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在做梦 还没有醒 在他大声的叫喊下 终于把师父叫醒 可是他醒来之后魂不守舍 摇摇摆摆拖拖拉拉的 在房间里面晃来晃去 看起来非常虚弱的样子 武吉赶忙将师父扶到了床边休息 把外面等候的人都叫了进来 看到江子牙失魂丢破的样子 众人还以为江城相快不行了 好不容易叫醒江子牙之后 他只说了一句不着边际的话 把大家弄得糊里糊涂 说完之后他就没有了气息 此时他最后的一魂一泊 也从他的脚底飞了出去 原来他是去寻找 他的师兄南极仙翁去了 南极仙翁把江子牙的一魂一泊 收到了九葫芦里面 他已经知晓了江子牙的求援信号 他不敢耽搅来到了江子牙的身边 见过面之后 南极仙翁告诉大家 江丞相他是被逮人收去了两魂六魄 现在是极度危险 他现在只有一魂一泊 仙翁安排 马上在后院子准备一法坛 法坛必须面朝东方 他要施法把江子牙的两魂六魄给招回来 要是晚了就没救了 不过在仙翁做法的时候 你们大家伙必须回避 否则就破了法术害的江丞相 时间过得很快 法坛已经造好 南极仙翁不敢耽搅 马上开始做法 大家伙则是在外围守法坛 赵公明这边也没有闲着 他也在对江子牙的魂一泊 做最后的收尾阶段 太师 现在草人内有江子牙的两魂六魄 我在他的头上点着三支灯 脚下点着七支灯 虽然少了一魂一魄 可是当游进灯窟的时候 江子牙的魂魄也没法返回他的肉体了 为了加快游灯点燃完毕 赵公明则是在一旁施法 镇住草人里面的两魂六魄 不过他感觉到 有人在召唤江子牙的魂魄 草人渐渐有了起身的动作 那是因为仙翁这边正在施法召唤 二人现在比拼的是 看谁的法力更高一成 生姜还是老的辣 南极仙翁不愧是南极仙翁 赵公明已经累得满头大汗 仙翁却是稳坐钓鱼台 气息仍然是那么的顺畅 待到时间差不多时 仙翁迅速收回了他的魂箭 紧接着江子牙的两魂六魄 也被他从草人里面吸了出来 赵公明则是使出了权力也没能留意 现在江子牙的七魂六魄 都到了南极仙翁的酒壶里面 是时候归还给江子牙的时候 打开盖子 七魂六魄终于归位 江子牙醒了 等在外面的大家伙 终于送了一口气 一吸气 现在的那些人 是没有人能有这样高的倒数 把江子牙的魂魄给救走的 我早说过了 他们会有同门来相助的 看来这个人物还蛮厉害的 认他有多厉害 也难逃我的石绝阵 明天就是三天的期限 文太师料定江子牙 他一定会来破阵的 江子牙拉着师兄南极仙翁 诉说着目前的苦恼 赵公明三天前摆下的石绝阵 自己就无法破解 今天就是约好的破阵时间 江子牙想要请师兄帮忙破阵 但又不好意思开口 仙翁看到他的苦恼 于是便主动要留下来帮忙破阵 江子牙这才笑开了脸 此时武纪来报 文太师又派人来催促 叫咱们一时去破阵 哼 原来你是南极仙翁 有本事来破我石绝阵吧 一场生死大战在所难免 南极仙翁带着杨检和渣 一同走进了石绝阵 武城王则是率兵阵守门口 很快哪吒杨检在阵中迷失了方向 他们分别闯入了寒冰阵封杀阵 南极仙翁则是进入了金光阵 幸好他的法力高强 阻挡了金光的照射 但周济黄明就没有那么幸运 江子牙都不敢闯阵 他们两个人体完胎 跑到了金光阵 瞬间被金光照射的魂飞魄丧 杨检有点扛不住寒冰阵的寒冷 他直接变成了一只北极犬 这才从阵中脱险 哪吒杨检出来以后 没有看到师伯南极仙翁 于是二人赶紧去找 没有想到闯进了混元金斗阵 这混元金斗瞬间就发出 刺眼的金光 杨检瞬间就消失在哪吒的面前 急得哪吒大声喊叫师伯救命 可是当南极仙翁闻声赶来之时 王氏没有帮上 自己也差点被金光所伤 哪吒赶快离开这儿 二人逃离混元金斗阵之后 文太师这边则是摆开了庆功宴 赵公明的石绝阵真是空前绝后 深宫抱这个大肥猪挨刀的火 为了整死姜子牙 他故意在赵公明面前 说他不能看着师兄姜子牙 死在石绝阵中 其目的不纯用心改毒至极 明明知道赵公明恨死姜子牙了 还要故意这么说 无非就是想让赵公明彻底弄死姜子牙 哪吒和南极仙翁已经逃离了石绝阵 想必他们不敢再来 为了给魔老四报仇血恨 魔老二请求赵公明 把杨检的尸身交给自己 他要把杨检的尸身 千刀万管由肩膨炸 不行 他虽然魂魄被射 但并未死去 若把他带出来 恐防有变 他迟早要死的 难道赵道兄 也不给我了却这桩心愿吗 一开始赵公明不想这么敢 毕竟姜子牙才是自己的仇人 但有文太师出面相求 他只好答应 明天就把杨检的尸身 交给魔老二处置 此番闯阵失败 南极仙翁也是束手无策 看来人神进入 此阵非死即伤 只有莲花化身的哪吒可以无碍 但是仅凭一人之力 也难以破阵 第二天魔家三兄弟 带着杨检的肉身 来到了魔老四的墓前 他们要把杨检活寡升级 殊不知哪吒三兄弟和黄天化 已经按照师叔的旨意 来到了他们的后面 就在魔老二举刀 准备剖开杨检的胸膛之时 哪吒出手了 他的乾坤圈砸掉了魔老二的屠刀 随即一场抢夺杨检失身的大战爆发 打退了魔家三将 哪吒几人成功地将杨检的失身 抢了回来 但是杨检的魂魄 还在石绝阵中 必须将他的魂魄摄取回来 他才能复活 否则一旦超过三天 杨检必死无疑 好在南极先翁 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办法 他找到了激发 要破此阵必须同时有四个人 进入石绝阵的东南西北门 自己则是由东门 进入破风吼阵 江子崖由南门进入 用姓皇旗破天沙阵 哪吒攻西门破他的地裂阵 还有最后一阵 则是由五王激发去破 众人顿时就蒙圈了 激发不是道家 根本不会一点法术 要他进去 这不是在让他送死吗 南宫就愿意代替五王前去送死 可是南宫将军虽然武艺高强 但是他根本破不了此阵 特意安排五王前去破阵 自有他的道理 因为五王是真命天子 有百灵狐蹄 你进阵去有惊无险 只要保持镇定就可保安全 等到咱们攻破四门之后 马上直到中央法坛 在中央法坛中 还有最后一阵落魂阵 由结教的混员金斗作为法门 等咱们四人到达落魂阵时 先翁会招来先鹤 将金斗叼走 届时咱们就可以救出阳姐 王后商清军知道激发要去破阵 她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自己非要代替父君前去 殊不知商清军要是进去 不但帮不上什么忙 反而还要落个惨死 南极先翁不是已经说过 生命天子难有百灵护体 可是硕士完全开挂 次日大家伙开始闯阵各归其位 时觉阵中 风云变幻杀鸡四伏电闪了一名 四人竟然都进错了法门 只有五王一人没有走错 南极先翁闯进了地裂阵 江子牙则是进了风寒阵 猛烈的狂风把江子牙吹得东倒西歪 哪吒则则是误进了金光阵 金光着眼 哪吒顿时就淋湿在金光阵中 五王则是在寒冰阵中举剑乱坎 丝毫没有头绪 南极先翁经受不住地裂阵的烧烤 他施展法术防缓上升 江子牙使用青黄旗胡乱推 终于短暂地止住了狂风 赵公明见到 大家都快破了四阵 他赶忙施展法术 想要用混元金斗 镇住个阵 殊不知两拳南地四手 仅凭他一人之力 根本无法镇住 此时南极先翁召唤了仙盒 将混元金斗叼走 法器被取走 赵公明最后的屏障没有 江子牙率先攻入中央法盘 宝剑对着赵公明一挥 赵公明瞬间就被击落在地倒地而亡 南极先翁则是把杨减的魂魄 全部收了回去 时觉阵宣布被迫 当文太师知道后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个江子牙真是一个难抵的对手 现在杨减的魂魄被救走 文太师下令关闭迎宅大门 小心江子牙来偷袭 咱们镇上已经没有可以阻挡 他们大军并进的人了 深宫暴则是带着赵公明的尸首 前往三仙岛 他给魔导二留下了话 一定还会有人来提赵公明报仇的 要求文太师等待就是 三仙岛赵公明的三个妹子 看到大哥的尸首后 哭得气不成声 深宫暴则是在一边煽风点火 都怪江子牙凶狠不念同道之情 赵公明死的实在是冤枉 最可恶的是 江子牙还把魂元金都给抢了去 这江子牙实在可恶 大姐 我们要下山给大哥报仇 夺回魂元金的 大姐 你还考虑什么呀 我们一起下山去杀江子牙吧 大姐被两妹妹苦苦相权 但她还是坚持听师父的话 不能随便下山闯祸 听师父的话绝对没有错 可是两妹子咽不下去这口气 大姐不去 他们两个要去 此时大姐云霄也被他们说懂 随后三人一起下山 来到了文太师的大仗 他们就是为赵公明报仇而来 对付江子牙 他们也有一套阵法 那就是弥仙阵 报仇心切三姐妹马上就来到了 江子牙的阵前教阵 迎接他们的不是江子牙 而是哪吒三兄弟和南宫将军 见不到江子牙 他们决定先杀了这四人再说 说干就干 云霄直接举起钉锤 就要打死哪吒 可是还没有打上三个回合 他们掉头就跑 哪吒三兄弟则是穷追不舍 殊不知他们上了三姐妹的恶当 进了迷魂阵 看来 他们又在搞什么邪术 我们先退出去 好 大哥哥 你们保护南宫将军出去 是 突然间出现这么多浓妆艳抹的大美女 四个大男人一时间哪里能扛得住 好在南宫将军有三七四七 他早已习惯 他命令大家伙马上闭目震慑心神 以防遭遇不测 四人被靠背的抵抗 可就是不知道他们是否能抵挡得住 江子牙这边也马上收到了 哪吒他们被困迷先阵 江子牙派出了杨茧先行进去探务 看到三姐妹施展妖术 将哪吒三兄弟和南宫将军 化成了石像 一旦被点化成石像 七七五十九天后 他们将永远是石像 文太师听后甚为开心 有三姐妹这样的手法 他们是来一个咱们点化一个 一直点到江子牙的头上为之 杨茧将哪吒他们变成石像的石 报告给了江子牙 这样的手法江子牙还是第一次解 南极先翁决定 他亲自进去一趟看看情况 再加上杨茧做陪头 黄飞虎跟随其后趁机救人 三人进入迷先阵后 找到被点化成石像的哪吒三兄弟四人 先翁命令杨茧和黄飞虎守住阵地 他施法营救被点化成石像的四人 此时三姐妹再次释放了美女法术 面对如此强烈的用 先翁要求闭目守神保持心境明镜 杨茧五成王兆做尽心抵抗 可是这些美女越发来劲 三姐妹见三人如此能扛得住 于是马上更换了法术来对付三人 这一招可是点化成石像的法术 三人完全抵挡不住 如此厉害的法术 瞬间都变成了石头人 五级汇报江子牙之后 黄天化自告奋勇的 想要去救他父亲和诸位 但是遭到江子牙的阻碍 你师叔南极先翁的倒数如此厉害 都没有走出来 你去了岂不是白白送死 眼下江子牙要赶紧想办法救人 文太师则是开心地像个孩子 西齐现在只剩江子牙这一主将 咱们距离攻破西齐的日子不远了 文太师大赞三姐妹真是好法力 破了西齐城 我要把南极 哪吒 江子牙祭发 带回三仙岛 祭我的大哥 文太师准许了三仙姑的请求 次日黄天化就复兴起 他没有受到江子牙师叔的指令 独自一人闯进了三仙姑的迷先阵 马上就遇到了许多妖艳的美女 朝着自己走过来 黄天化还未长大成年 他有点把持不住 好在他的心智没有乱 只见他手持师傅 相赠的辟邪宝剑 瞬间就将围在身边的美女 统统赶走 三姐妹剑转 马上对其施展 点画成石像的法式 黄天化则爽网脚乱地使用 把剑击打法 万万没有想到 还侦破了三姐妹的 点画诚实的法术 趁此期间 天化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 逃走了 大姐云霄已经猜出 这个小孩子不是倒数高强 而是他手中的那把宝剑 有奇特之处 他建议以后见到他 先用法术制住他 再把他的剑夺过来 再把他点画成石像 激发这边着急的不知 如何是好 江子牙还是没有想出办法破阵 就被困之缘 此时小兵来报 黄天化求剑 师叔 我没有你的命令 今晚闯进阵内 请师叔恕罪 你进过迷先阵 是啊 哦 你是怎么走出来的 听完黄天化的详细陈说 他知道了其中的问题 就出在了这把宝剑上 感谢观看 精彩续集 我们下回再说 谢谢观看